好 提醒你这个天气要变天了 中央经浆局指出呢 受到风明的影响 除了明天雨量比较少之外 本周全台都有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 而受到下雨影响 温度也会稍微下降 不过还是闷热的感觉 中央经浆局就表示 今天全台都有短暂深雨 西半部 东半部有较大雨势 也可能会有雷雨 而明天风明远离 水气减少 降雨几率也变得比较少 不过27 28号又有一波风明接近 全台将转为游雨天气 29号封面远离中部以北雨势 才会减小 提醒你这几天出门 最好都是攜带雨局